從3C到照明設備 還有藍光的商品是日漸增加 被影響到民眾的健康 根據國內外的研究顯示 照射藍光到一定的程度 對眼睛的視網膜細胞 會造成不可逆的傷害 而對於藍光商品的普及 國際卻沒有相關的標準 可以把關 靈魂之窗是我們對外界光源的接收器 無所不在的藍光 能夠長驅植入的進入視網膜 市面上的產品主要有吸收 適合鍍膜式的鏡片 來減少藍光進入人眼 不過波長400到500 都屬於廣義的藍光範圍 像這種看似透明的鏡片 綠藍光的比例並不高 光有三個原色 就是紅綠藍 那這個當中如果你把藍色 完全抽掉的時候 對於一個佩戴者來講 其實它的顏色是會受到影響的 到底要濾掉多少藍光才有用 在各國還沒有出現標準規範之際 臺灣已經有相關的研究數據 實驗中所使用的都是偏黃的鏡片 記者以光譜儀實測 自己所佩戴的綠藍光鏡片 完全沒有功能 再測試另一款黃色鏡片 480以下的藍光幾乎完全濾除 這些商品充斥消費市場之際 卻沒有相關標準 如何定義綠藍光商品 消費者權益又該如何保護 記者劉劍邦羅雅君綜合報導